美国这次的加息周期啊 实际上对海外是有比较大的外衣效应的 我们至少可以从贸易渠道 投资渠道和金融渠道三个渠道去观察啊 从贸易方面看呢 实际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啊 就是美国的进口下滑是很快的 特别是它的这个手机啊 还有是家里用的一些装饰品等等 这种日常消费品 还有它的一些有机化学啊 还有一些非金属制品啊 等等这种工业用的中间投入品 都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进口的下滑 那么美国啊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那么它的一个内需不振 实际上就是其他国家的一个外需不振了 严重拖累了其他国家的出口 比如说五月份呢 美国的进口下降了2.3%啊 那么它从越南啊 加拿大欧盟的进口都是下降了 特别是从越南加拿大啊 进口是分别下降了 25% 9% 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那么原因呢还是在于美国这种 经济的一个滚动式衰退的现状 那么特别是呢 它的这个制造业 在现在这种高利率环境下是不振的 所以它的这个企业的增资扩产啊 恢复它的生产能力方面啊 都是有了一些没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那么从投资来看的话呢 这种高利率的这个周期啊 实际上就是带来了双降投资的一个下滑 首先呢就是对于美国自身的企业来说 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利率环境 融资成本就比较高 再加上呢之前的这个中小银行危机啊 带来的这个流动性的紧缩 使它自身的经营也出现了很多的挑战 所以当然了 它的对外职业投资的步伐肯定也是放缓了 穆迪的数据就显示呢 今年上半年啊 美国企业的这个违约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标普的数据也显示呢 上半年申请破产的美国企业的数量呢 是达到了近13年最高的一个水平啊 与此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加息呢 也使得世界各地对美国也减少了投资 那么22年呢 针对美国的这个海外投资金额呀 下降幅度是达到了26% 特别是对美国的这个企业的并购交易量是大幅减少 从金融渠道来看呢 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高利率 然后再加上呢 其实今年年内啊 如果是出现降息的话 这种概率是很低的 那么对于这些高债务的贫穷国家 还是要面对这个资金外流 本币贬值 还有债务成本高企的压力 这些高债务成本高企的并购交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